NCM财报表现不错 你知道哪些细节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 朋友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今天是除夕 我是Eric 今天ASS200指数在6840点到6870点上下波动震荡 最后小幅收跌在6852点 较开盘日 只低了5点 NCM今天公布了财报 有几个对矿产公司来说比较重要的指标都比较不错 首先是现金流比较充足 负债率呢 也在逐渐降低 标准普尔对公司的债券评级是3B评级 意味着企业目前的违约风险呢 是相对较低的 具备足够的一个偿付能力 但难以承受太大的一个商业环境变动 中期美股配息来到了15美分 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是直接翻倍的 美股收益也达到了美股67.7美分 上涨了121% 最终NCM上涨了 今天的股价是上涨了4.56% 价格收涨在了26.35 今天跌幅最大的呢 AMP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这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 提供养老金产品和金融咨询等服务 他们今天也是公布了20财报的 20财年的财报 成绩呢是比较差的 净利润相比19财年是下降了33% 然后其次AMP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净利润下跌了43.6% 投资公司AMP Capital的净利润下跌了31.9% 而美股收益也从19财年的14跌到了8.6% 都是市场难以接受的成绩啊 最终AMP的股价呢是下跌了10.715% 价格收在了1.375% 今天贵金属啊虚拟货币的波动都不是特别大 比特币目前报价是44,700点 黄金呢则是小幅下跌 目前报价在1836美金附近 白银的走势也比较相似 目前报价在26.8左右 今天重要的财经数据不多啊 主要是美国2月6号当周的出行失业金人数 2月5号当周EIA天然气库存的储量都即将公布 今天美国英国央行行长以及美国美联署主席都会发表讲话 虽然继续量化宽松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情 但程度目前还是有点摸不准的 看看两国财政政策的话 是有没有什么新的表达 另外在晚些时候 欧盟也会公布经济预期报告 今天也有海量的公司会发布他们的财报啊 比如说娱乐行业的百乐门 美高梅 疫情对这些公司的打击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级别的 大部分都有大量的举债 短期内可能很难缓过来了 另外还有百事可乐 泰森食品 还有卡夫亨士 这些食品行业的大佬也都即将公布财报 马上就要新年了 2020年这个是确实是让这个世界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好在现在都慢慢过去了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遂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